十五 文匯報 上海 2015世界移動大會精彩亨 副照片 2015年7月14日專版04作為亞洲地區規模最大 追據影響力的科技成會 世界移動大會上海 將於2015年7月15日至17日在上海舉行 今年時G.S.M.A.成功舉辦亞洲移動通訊播藍會之後 正式升級其為世界移動大會上海的第一年 作為此次大會的博金合作夥伴 中國移動將以和4G合心二位參展主題 作為本地通訊服務的運營商和提供商 上海移動將以創新4G加技術全力保障 將世界移動大會上海順利召開 推動上海智慧城市升級 造力科創中心建設 和4G加提升互聯網加速度 中國移動發起成立的G.T.I. 全球T.D.L.T.E.發展倡議 已成功匯職全球116家運營商成員 97家產業合作夥伴成員 全球已有30個國家共報處了52張G.T.D.L.T.E.商用網絡 另有55個國家83張商用網在計劃部署中 隨著全球T.D.L.T.E.網絡的快速商用 中國移動致力於繼續引領技術創新 積極探索如何將創新成果應用於 自身業務的拓展和服務的提升 滿足日益增長的用戶需求 造力國家互聯網加政策的落地 在2015世界移動大會上海期間 中國移動位於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將全方位展示 T.D.L.T.E.國際化發展 4G中端及芯片 行業信息化應用方案以及數字化服務內容 在4G中端及芯片區 將展示最新上市 T.D.L.T.E.中端及芯片 支持Volt 等新技術多形態中端 自主品牌中端等 最T.D.L.T.E.技術和業務區展區 將展示今年T.D.L.T.E.主要演進重點 包括Volt 等領域的最新技術及成果 在行業信息化應用方案展區 將圍繞政府 金融 教育 醫療 金融 汽車等重點行業 展示基於T.D.L.T.E.的信息化解決方案 在數字化服務內容展區 將二米菇公司為主 協同其他專業化公司 展示中國移動未來第三條曲線發展的重點產品和業務 作為T.D.L.T.E.技術全球發展的引領者和主導力量 中國移動4G網絡自2013年底正式商用以來 發展迅速 在上海 4G網絡正遍地開花結果 目前 上海移動已開通1.3萬餘個4G機站 全市覆蓋率達到90.5% 4G信號覆蓋面積達到了5738平方公里 實現上海主要城區 郊區城鎮中心 及浦東 紅橋機場 湖寧高鐵 護航高鐵 部分地鐵線路 陽山重要航道 全部82.3A級以上景區 所有十二條郭江隧道等重要場景的4G網絡整體覆蓋 年底期4G機站規模將超過2G達到2萬個 和4G加網絡升級帶來新體驗如今 上海移動提出和4G加 自力於用創新技術和優質服務全面推進上海 TDLTE建設發展 向用戶提供網速加倍、清晰加倍、 實為加倍的更完美移動上網體驗 上海移動和4G加採用全新載波聚合技術 使得4G網速達到翻倍水平 所謂載波聚合、通俗的理解 即是道路的礦歡氣和體速氣 好比原本路上太湧劑 只能二十馬萬萬爬著 現在不同了 中國移動的載波聚合技術級 路上的每一輛車都配了一條歡歡的大路 這些車可以用加倍的速度並駕齊驅在各自的大道上 無論是全書高品質視頻 分享照片和視頻 接入雲端大文件還是加在複雜頁面 都可以在這一條條信道上飛奔著同時進行 早在2014年 上海移動就制定了分階段的載波聚合建設方案 首先在政案 長寧建設載波聚合示範區 實現下行商載波聚合技術的全面部署 同時還在人民廣場實現可密集成區 區街道站場景的下行三載波聚合技術的部署 預計7月外可全面部署下行商載波聚合功能 另外,後續計劃對中心商務區 六家咀 等 商業區 徐家匯等 高校園區 交通大學復旦大學 科技園區 張哥高科 等數據業務熱點區域部署下行商載波聚合 或者更高的下行三載波聚合技術 現在,新城已經進入和4G加時代 三星、華衛等手機已經用上了載波聚合技術 而小米、中興、Vivo、Orgo 預計不久將有更多的終端支持上海移動4G加技術 和4G加清晰加倍實為加倍與此同時 為進一步提升客戶語音通話 視頻通話的感受 上海移動4G加以逐步推進VoT技術在TDLTE網絡中的應用 VoT即VoC over LTE 是基於Dims的語音業務 其核心功能就是能量語音 視頻通話更清晰 有了它 無需2G3G網 全部業務承載於4G網絡上 實現數據與語音業務在同一網絡下的統一 換言之 4G網絡不僅僅提供高速率的數據業務 同時還提供高質量的音視頻通話 VoT是LTE語音發展的必然趨勢 大級4G用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接通等待時間更短 以及更高質量、更自然的音視頻通話效果 就接通速度常說 VoT帶來了更低的接入時限 撥號後的等待時間 比3G降50% 大概在2秒左右 幾乎是撥完號碼就能接通 此外 2G、3G下的調線率時有發生 但VoT的調線率接近於0 就通話質量常說 VoT是架構在4G網絡上全IP條件下的端度端語音方案 相較2G、3G語音通話 VoT採用高分辨率編解碼技術 高保真低延時 語音質量能提高40%左右 此外 當下人們經常使用微信、Facetime等業務與親友視頻通話 但時清晰度不可恭維 且一旦走動 就會卡卡 但VoT的時頻通話應用 採用端到端COS保障 通話時使用者可快速 大範圍移動 再無4G覆蓋時切換到2G、3G網絡 同時 高清語音和時頻編解碼的引入 更顯著提高了或清晰度 可以預見在不久的將來 基於移動4G網絡的高大寬、高網速 上海移動4G加將讓上海市民體驗到更加優質的通話服務 此外 為了讓更多客戶體驗和4G加時代的上網樂趣 上海移動進一步降低支揮門檻 近期推出一系列4G優惠套餐及活動 7月起上市的全新網寮套餐 每月只需38元就可享受國內數據流量500M加國內WLAN流量2G、B 本地接聽免費的優惠 同時 7月至12月間 只需開通內涵1G、B及以上流量的4G套餐 次月起就能獲得每月1G、B國內夜間流量贈送 而且連送6個月 對於即將到來的暑期出有需求 更推出最低30元起 覆蓋四大洲的流量不限量國際漫遊包 另外 針對換4G加用戶 上海移動還推出換加不換號 換4G加就送2G、B流量、5元畫費等優惠活動 上海移動將以創新的和4G加技術全力保障世界移動大會上海順利召開 和4G加採用全新載波聚合技術 使得4G網速達到翻倍水平 無論是傳書高品質視頻 接入雲端大文件還是加在複雜頁面 都可以輕鬆自如順暢進行 在上海 4G網絡證遍地開花結果 目前上海移動已開通1.3萬餘個4G機站 全市覆蓋率達到90.5% 實現上海主要城區 郊區城鎮中心 及浦東 紅橋機場 湖寧高鐵、護航高鐵、部分地鐵線路、陽山重要行道 全部82.3A級以上景區 所有12條過江隧道等重要場景的4G網絡整體覆蓋 2.4B 2.4B 3.4B 4B 4B